黃大仙聖母醫院 錯誤將超過4200名 近期住院病人的病歷銷毀 但事件發生至今3個月 醫院要到星期四晚才公佈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就相信 院方無刻而隱瞞 又指院方衰時、拆核涉及的人數 但他承認院方應該提早通報 我自己都認為如果這件事 院方早點通知醫院管理局 然後由醫院管理局一起 進行這個調查 應該效率會快些 所以現在來說 醫院管理局成立了一個調查小組 預期在8個星期內會有一個報告出來 他又指由於病歷紀錄 已經儲存在臨床電腦資訊系統 對病人的影響不大 重要的資料、病歷的資料 其實在醫院的電子病歷台裡面 還是有的 所以第一 就不會影響到病人繼續就診 第二件事因為這些紀錄是被銷毀了 所以也都應該不涉及一個病人資料的洩漏 高永文又說 要留待報告有結果 才可以評論事件 而院方就設立熱線 2354、2426給市民查詢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李永豫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